各位朋友晚安 元宵节快乐 很开心又与大家见面 今天是参加 因爱而富有 幸福人生 四九天第21天 我抽到的特奖 登登 言语律集 这是富有可以很简单里面的法则 三行无声 自古以来孔子在讲三行无声 但是能不能落入生活 这才是重点 言语律集要能够察觉自己自身的不足 不论是哪一方面 都不能对自己太宽松 阶段性的主题要积极补强 更不要为自己找理由 到最后 什么都没改变 枉费一生 短短的几句话 不能太宽松 也就是 人性有 贪图 安逸 享受 享受是人性 但是该做的呢 方向有没有对 这是一个关键 要看懂自己哪里不足 不要为自己找理由 大家都会讲 但是有没有去察觉 举个例子 有时候跟朋友在谈天的时候 聊事情 就会讲东讲西讲八卦 无意中 其实 都是在自己帮自己找理由 这个呢 也就是所谓的抱怨 但是呢 产生这个负能量自己又没有察觉 听起来好可笑 但是 我们常常这样做 包括我在内 所以呢 今天抽到这张卡 相当的开心 透过 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心法 学习很多 也照着这个方法做 最近呢 也产生很多很 听起来很神奇 神奇中的神奇 但是 当真正的了解 一点也不神奇 它只是上天的安排 只要我们 做对了 合乎天理循环 对应 道家所做的 人就是一个小宇宙 如何跟天地呼应 这样子的时候 不是只有外在内在呼应 他自然而然 整个 所产生的现象 转出来的现象 就是不一样 非常感谢太阳圣德老师 感恩 感恩 天公 感恩 地母 感恩 所有 认识的人 事 物 我们还是要 稍微 提醒 朋友 一下 6月2号 3号 在板桥体育馆 有太阳圣德老师 2018年全球巡回演讲 因为爱而富有 两天的活动 课程 相当的棒哦 愿意参加的 愿意参加的 赶快把握机会 找人家报名 谢谢你们的聆听 感恩